唐国王子 好久不见 我要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把那个人类和精灵交给了 我会给你更强大的 事成之后 之后会让你成为我们暗宫至高无上的存在 什么 可是那个女孩对我有恩 那个精灵是我的亲妹妹啊 我不管那么多 要不要更强的反应 你自己选择吧 萱萱虽然给我买了新玩具 但我不可能因此放过你 那一个玩具对我来说什么用都没有 还有那个精灵早就不是我的妹妹 好 我答应 我的天啊 你怎么变这么大了 这样的话 我给你准备的午餐应该不够吃了 等我一下 我这就去多做点哈 不 不用了 别客气 你就乖乖等着就行 太感动了 它怎么这么好啊 这让我怎么下得去手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哥哥 放手吧 我知道你变大是要干什么 你看看 多么善良的女孩呀 别再误入歧途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爱着你 难道以前我真的错了吗 对不起 我 我妥协了 我被萱萱的真善没感动了 我跟你回去 萱萱 我们要走了 你要好好保重哦 你放心 我已经让以前的主人去跟公司的人解释清楚了 没有人会误会你了 还有 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好舍不得你们啊 以后要常回来看看啊 好的 萱萱再见了 再见了 记得回来看看 我会想你们的 找嘛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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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